嗨歌第三周 音乐诗人游富敏 原创代言人黄征 两位熟男的音乐对抗 争夺属于自己的年度嗨歌 这个他选过了 那我先把六弹了 一本重景的黄征 感性选歌 去最终嗨住两语的纯白 和零剑的RUN AWAY 手伤了大不大不了去回家 走下 脚踩风火轮的游戏 游鸿鸣或作听歌 让人银鸣绝丽 你不用感觉这样子吧 你聊一下聊一下吧 寻求挑战 忠意新鲜曲风 意外选择程学逊的 哎呀哎呀男人歌 和许唱的有人说 一周的改歌时间 两首精心制作的全新单曲 没有人能左右他们的决定 一切都有歌手自己定夺 最终游鸿鸣惊喜演绎 续唱的有人说 突破自我颠覆忧郁形象 有人说他和他唱歌 很像 黄珍倾情演绎 梁宇的纯白 为坚持梦想的人们代言歌唱 经过一周的网络投票 到底哪首歌更受网友支持 能冲击年度嗨歌宝座 请看 嗨歌第三期 投票数据大分析 乐像极致 乐像嗨歌 Vivo智能手机 K歌之网 X5 提示您关注本周嗨歌 结果发布 嗨歌节目上线第三周 欢快的有人说 得到了各个年龄段的广泛支持 不过 40岁以上的爸爸粉观众支持率 却向纯爷们儿心声 纯白听血 在性别类比上 趋势更为明显 91%的姑娘 都偏爱 萌萌哒有人说 纯白 看来只有纯爷们儿 才能找到共鸣哦 最终 当选本周嗨歌的是 一首好歌 能够被一个懂他的好歌手唱到 才是最重要 我一直在思考 能不能有一个舞台 可以让一首好歌 与懂他的人相遇 让好歌与好歌手 能够在这里碰撞出 最美的火花 今天我找到了 他叫做嗨歌 嗨歌 这个史上最刺激的音乐节目 不仅可以看 还可以玩 乐想极致 乐想嗨歌 Vivo智能手机 K歌之网X5 邀请您多一起 边看边玩 而且还有机会赢得 Vivo送出的奖品哦 今天有四首作品 要争夺两个席位 进入我们的嗨歌行列 到底是哪位伯乐 会向中今天的千里马 各位 你们好好准备 现在请大家进入你们背后的 集装箱 准备展示你们的作品 加油 加油 欢迎各位来到腾讯视频 大型音乐原创真人秀嗨歌 本节目由MG GT高性能风尚中级车 独家全程冠名播出 接下来就会是一个好的作品 跟一个好的知音 相互见面 发生感情碰撞的时刻 今天这一集 我们要请到的两位歌手呢 在有一些人眼里 他们是天才 在有一些人眼里 他们是疯子 看看今天 他们的选择到底是 让所有人都意料之中 还是让我们意料之外 其实我肯定希望遇到一些 我歌感觉 创新的 就是打破常规的那种 华华的那个 Why Nobody 5 从那里就一句格词 我的四句话 然后还小朋友唱 挺好听的 然后昨天第一次见到华华 觉得他还挺高的 反正比我高 什么样的战术我参加 进到能耍杀就耍杀 能耍杀就耍杀吧 咱们尝试用什么样的战术 没有策略 有什么策略啊 策略是你们编导的事 你们编导的事 不是我的事 我的事主要是去感受 和遇到这些音乐 我就是 越贝贝 贝贝 我就是贝贝的我 张之雷作品很多 大家都知道 他的演唱部分是很独特的 很能够认得出他的这个注册商标 好 再來呢 這個他在快南吧 這個快南裡面就有了很多 大家想不到 也許在選秀 應該不會出現的作品 結果他表達出來了 歡迎阿衛 沒有 世界就快要爆炸 兩位 你們今天有什麼選歌的策略沒有 大家好 這兩位很懂保密 完全不說話 但是沒關係 我們放輕鬆一點 因為我知道來到舞台上 你們都是互相沒見面的 來到舞台之前 我們見了 我們昨天見了 昨天見了 昨天見了 然後剛才也見了 剛才也見了 我們是要拍第一次見嗎 對啊 剛才見了 你好 怎麼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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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個話題 我覺得太遜了 電視上看的 不是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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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拍我的歌 很希望我會更多衝突點 然後更希望打起來 然後問一首歌什麼沙爾光什麼 但是我覺得 你會嗎 會嗎 這首歌是我的 我的 我 你不可能這樣 但是我們兩個可以和諧一點嗎 對 我覺得 要不然我們兩個一起把我首歌聽完之後 我們來石頭剪刀副 石頭剪刀副 石頭剪刀副不行 會不會你只會出池 不會 不會 對 那這樣我們 我們 我們兩個人到時候現場站的時候 你站哪邊你就聽哪邊的 我就去 我唱 我們就往這邊聽 好 這樣可以 好嗎 這樣好 我們定了 你們還會我們自己挑的 你們說那個方式幾乎不太能成立 因為六香你們都聽完以後 很有可能你們 有的蠟 兩首歌都是你們特別想要的 你知道吧 對那怎麼辦 誰先呢 就 你說說話 你別老了 我覺得 我覺得 該出手時就出手吧 對 沒那麼多 風風火火長 我也會 開馬 好 開不見 好 加油 好 加油 規則你們很清楚了 那我們就放心了 面前的六個音樂集裝箱 六位原創者六首作品 這兩位歌手他們會做什麼樣的選擇呢 各位騰訊視頻的網友 您也可以通過我們屏幕下方的方式 來預測一下他們的選擇 同時也是你的選擇 因為每個人都有權利 都有可能改變一首好歌的命運 兩位準備好了 五 四 三 二 一 開始 選擇 好 有任何問題 我在二樓候叫 隨時可以跟我交流 好不好 老師好久不見了 保重 你怕我跳下來 去那邊 我去這邊 一會兒見 一個人選一號 一個人選六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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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開始 我第一反應說 怎麼比電視上瘦那麼多 因為我其實挺關注他的 他包括他最新的專曲 他每一首歌我都聽了 我開始了 老師 好 好的 我特別喜歡 風吹著我的髮際的 那時候的感覺 我覺得這很傻 好愛傻 我是蕭彤 我來自江西吉安 我中了十幾二十年的蟲 但我不知道怎麼做了 八家老師呢 我其實是個農民 對土地有很深的一種 情懷在裡面 春這首歌是 一個朋友他們搞的一個 那個 祝同為樂的一個公益活動 小孩子寫的詞 歌詞特別短 四句話 但是 特別充滿想像力 那我就 就把這首歌 拉下來補曲 因為這首歌啊 是一個小學生寫的 歌詞只有四句 所以我覺得這個詞 聽起來有趣 你知道它的背後故事 更有趣 就是唱首歌 唱歌 才能唱歌 這首歌 可以唱歌 春天 春天 嘿 嘿 露鷹的舞台 露鷹的舞台 上面 站著春天 OK 好 好聽 好 謝謝 OK 好 謝謝 唉呦 黃晨宇同學 怎麼樣 有沒有一點迷幻的感覺 驚到我了 我跟你講而且 這個一號的常識蕾 他也聽得很開心 他到現在還沒出來 你要等他出來交流嗎 偷聽啊 偷聽的 你看 這時候就有人不按牌裡出牌了 我就是卑鄙的我 是 我們是玩伴組合 我是陳少青 我是Drapper 鮑魚 我們樂隊是成立於2009年 當時是一個機緣巧合 我們剛畢業 我們兩個人是大學同學 鮑魚燈燒其實在於他特別喜歡 一些少女系的東西 鮑魚肯定是蘿莉孔 他們他們很漂亮嘛 他自己也承認 他自己是蘿莉孔 是個男人都會覺得很喜歡 你絕對承認過 原來絕對承認過 你絕對有一次承認過 當然不是怪叔叔 其實我起初 不是很想參加拍歌 然後我看了第一期 然後我確實是覺得這個方式 還挺有意思的 挺好玩的 然後我們才來參加這個節目的 玩伴組合的 Music Believer 他的音樂旋律性不錯 而且很特別 有搖滾的 有一些迷幻的感覺 然後後面也有饒舌 好像他們兩個 都可以接受這樣子的一個形態 沈默的 沈默的都變了 為啥 我會感受誰 你所有的傷口 守護你的脆弱 我不會找藉口 我會祈求朋友 就算一切都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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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來沒有這麼的悲傷過 我不快樂 所以我已經很久都沒折磨 像這一刻任性的開心過 那感覺好像時間倒退 回到了很久以前的某一條問愛 我是個Little Boy 你不要會給我什麼 也許是Money 也許是目光裡憧憬 更可能是一片如新 沒關係 我早已經有準備 我不會後退 這一生 也許這藥均一次 就這似乎也不能讓自己浪費 我會感受誰受 你所有的傷口 守護你的脆弱 We are Ruzy Believe Ruzy Believe Ruzy Believe 謝謝老師 我亂想 如果 我沒有學你們的歌 聲音你說唱說得太好了 無論如何 謝謝你們 謝謝老師 好吧 特別好 好 她聽完 她出來 小心 趕快不要不要放棄 好 出來了 出來了 這位同學 這個華晨宇同學 等了你好久 我等了你很久 她把她這一聲的故事都講 她完全沒有過去偷聽 她沒有 謝謝你 我完全沒有 我特別想你去聽一下他們 來 進入第二個箱子 那我進這個 OK 你要進 你還要聽我剛剛聽的那首歌 好 來 感受一下 你們可以交流得更好 好 這個常識磊要進第六號箱 華晨宇要進第六號箱 哈囉 你好 來 請進 我剛剛其實已經聽了一點了 我覺得我可以先聽這個 真的嗎 好 然後我等一下再來聽這個 你變掛 來 可以 可以 好 我開始 開始 好 哈囉 你好 再來一個 再來一個 這有拍照 華晨宇 是 是 你要聽完了 好 一定要把它聽完了 謝謝 我叫什麼名字吧 阿蘇我也不說的 狗仔隊 你是狗仔隊吧 我是什麼都不會說的 你們問吧 叫你專長啊 還拍 我叫廖俊濤 然後 男性 在別眼中我就是個 逗皮 在我自己眼中我也是個逗皮 就啥 這個難道是 還真的是十 真的很二 畫又多 我就是個畫了 我就是畫了 當時寫這首歌的時候 主要的目的是 想寫一首歌來考試 還叫想一首歌來考試 然後當時又覺得 要寫一首歌吧 然後你就寫來 廖俊濤的誰在看我 他自己在彈唱的時候 會散發出一種狀態來 就是 是自得其樂 是很能夠享受 很能夠把聲音跟畫面帶給人 在一個從不開燈的房間 也會喝不上煙 在一個從不開燈的房間 空虛 蔓延 人們在肆無忌憚的擁抱 反正 聽失用 Collect 大家 靠 靠靠靠靠 一人看到靠靠靠靠的 好 谢谢 上面站着春天 谢谢 谢谢老师听我 我觉得你好自由 你肯定是不是管束的那种人 对不对 你最后为什么要停到三集大 三集上 讲起阅历来了 我认识你出去了 我想和声一下你学习 你快喘一喘气啊 怎么样 最后停到三集上 你觉得听起来不舒服是吧 不是不舒服 他是停在小三还是大三 大三 大三OK啊 大三 好 我跟你讲华晨宇 他走坏路 他听第二号去了 我讲坏话听到了 这个歌你会很喜欢 你说第二号吗 对 那你喜欢吗 你喜欢 因为他我还没听第一个 还没听 因为我刚刚在门口偷听了一下 你怎么你怎么自己接自己听 土牌啊 对啊 可以可以 这个他我刚听了一下 你喜欢吗 我觉得是 是我喜欢的 有你的那个feel在里面 行了不要烦了 别烦了你少了 不好意思 哈喽 我进去了啊 进去进去 哈哈 你们两个在那边客气好啊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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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帅 我从这边开始 然后他从那边开始 然后呢 咱们尽量的 都把歌听完了以后 就出来等另外一个人出来 是吗 华晨宇和常世磊 在自创的奇葩选歌策略中 玩得全神贯注 不亦乐乎 全然不顾 其他箱子里原创者 焦急等待的感受 刚刚这个 是不是 这位同学说 二号是你的菜 你觉得是你的菜吗 说实话 我觉得如果把他这个歌唱起来 我要三天什么都不干 就只背歌词 很难唱啊 对 对 好 两位 别聊了 别聊了 那我进这个 那你进那个啊 谢谢你等我 他在聊天等你 太没意思了 哇塞 这有认识的人怎么可能 哈喽 有认识的人 但是我不认识歌手 我认识吉他师 好 你在这个房间干嘛 哈喽 姑娘 哈喽 你叫 我叫西西正丽 西西 你好 你好 你 你 你 不需要介绍 哇塞 这还能见到熟人 可以的 可以的 好 可以的 你好好谈啊 不要丢人啊 我跟他很熟 但是我不认识你啊 公平啊 我不认识你歌手 我叫西西朱丽玲 我今年二十八岁 我身在上海 从小们和家人 去英国读书 上海女人的特点 我 我不能说是完全 一个上海女人 说句实在话 我真的没有上海 朋友的 上海女的朋友的 哪里也没有 好可怜啊 哈哈哈哈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记录的人 所以我有很多灵感 都是会在餐厅纸上啊 不同乱七八糟的hotel纸上 这样子 超级巨星 其实是这个夏天里我写的 然后这个夏天 我在整理我所有的记录的时候 我发觉 我以前写过十五六岁时候 那时候写的一首超级巨星 就是说一个平常女孩子 她怎么样变成一个超级巨星 然后一个默默无闻的男孩子 跟她的故事 C.C.的《超级巨星》 歌名就很high 有没有 唱得更high 乱跳乱跳的 我是人们的star 一颗巨星变身 整天要你念念不忘 静静若握在怀中 我是你的唯一 我是你的传记 我是属于观众的 而你只是一颗棋而已 在这世上 单独相处越来越小 只坐在观众席上 偷看着你 但却无奈 fans 疯狂喊着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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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you 但他们有像我这样 懂你吗 i love you 我不能与别人分享的爱 更不允许别人抖走的爱 这不是自私的顺畅 我太可以不尽量做 我唱的歌 我写我的思念的戏 我做我的梦 i'm a daydreamer and you're my dreamer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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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呼吸一下 我如果我不选你的歌 但这个话 我剛才跟隔壁哥們說過 我說如果我不選你的歌的話 是因為你的歌太難唱了 為了工作我得先過去了 好的 謝謝 你能哭一個 你能哭一個 哈嘍 哈嘍 嗨 嗨 哈嘍 你好 OK 隨意一點 開始會這樣 我好像見過你吧 見過我 是不是 哦 又有認識的人了 OK 兩邊都有認識的人 我一看你沒認出來 然後後來我再一看 因為那個男生好眼熟 然後 因為他 他在裡面沒有戴眼鏡 後來我就想起來 因為他 他之前 在比賽的時候就有認識 他哥的印象就是很自由 跟孩子一樣 那種小孩 就是這次見他 覺得他瘦了 明顯可愛了 我叫鄧月 我呢 出生在湖南省 湘西自治州 是圖家族的姑娘 我現在從事的職業是 可以說也教學 也會有演出 我覺得現在這種新生代名樂 當然是我們自己給他命名的 我覺得這種音樂 我非常喜歡 可以打動我 我跟那個宇哥呢 相識相知 那會兒是八年前 我們是在一次錄歌的時候認識的 當時他給我錄了一首名歌 好哥們 好兄弟 好合作夥伴 我從這個節目一開始 我就挑選了景色這首歌 那就算我要讓他能夠秀一把 我覺得也應該放在適合的集裡面 不要覺得是很突兀的 那這兩個人一出現 我覺得沉了 是男生唱的 和從那些遺憾 那些孤單 在指縱前握碎流桿 那陣微風的笑容 是自由的飛過山丘 和一些遺憾 你竹葉 PV dzięki 洗淡 résebel 是 subs互物的飛過山丘 是宇哥的51 在ис哥的子苦 尚思遺憾 是拔跟蹹 哇 Koh 我是 在 há 天生的痛 你寫的是吧 你很知道的 一块一块弄的 你两个一起写的 对 好好听啊 听得我快流眼泪了 都懵了 好好听 好 谢谢 谢谢 有没有对我越来越崇拜了 太牛了 常识蕾同学出来了 怎么样 这个够神经质吧 这首歌 这真的很难唱 起伏 很难唱 我这个很牛的 我说老实话 很难唱就适合你 这是我们一般人对你的印象 可是 那个很牛的 真的 我跟你讲 这个超牛的 好 最后的两个箱子 怎么选择 我去这对吧 我去这 好 又换一箱子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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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需要 你们刚刚唱完 需要 需要 喝点水什么的 不过他们这个很累 他们每次交换箱子 所以人家都得 连续唱两遍 然后又接着唱 我要再听一遍 我喜欢这首歌 我是你的唯一 我是你的唯一 我是你的传奇 我是数月观众的 而你只是一颗漆而已 这次思索 好 谢谢 这次思索 终于 两位歌手 出其不意选歌策略 累趴了原创作者 也看极了哈林 他们这个很累 他们每次交换箱子 所以人家都得 连续唱两遍 需要 喝点水什么的吗 你们现在OK吗 要不要还一下 谁先出来 谁先进四号 最后 华晨宇抢先听完歌曲 进入了四号集装箱 你好 你好 宇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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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好酷你 等着我都困了 困了 喜悦可以 有关系 我在集装箱的时候 我就老是期待 下课就是我 但就 没想到是 最后一个 就那段时间特别难熬 本来是挺紧张的 但后来是因为那个房间里面 就太闷也无聊 然后就真的不紧张了 你就变成困了 合张照 OK 好 是吧 我们是 怎样是先合张照是吗 先合张照 我怕等会你就走了 好 好 好 觉得今天你们两个 应该不是我的歌 我怎么会安排 我在这一期 是吗 你先唱我听一下 随意点放松就玩起来 走起来 这首歌叫做 《模仿大象的步骤》 模仿大象的步骤 对的 对的 你好 我是Amu 我今年二十一 二十三岁 我今年二十三岁 小时候我想要拯救地球 但是后来发现拯救地球太难了 然后就把梦想改成了音乐 我从小就很喜欢音乐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接触音乐 就靠自己滚摸 什么叫 什么摸滚打 一直这样做下来了 其实这首歌自我 12年的时候生病了 我当时是得了尿毒症 然后这个歌曲 当时是我 冰临绝望 然后很多人来鼓励我 然后我就想着以后的生活 就希望跟大象一样 可以慢慢地一步一步康复 一步一步特别稳重地 就慢慢地 对 艾姆的这首歌 其实是一首复杂的歌 我觉得一般人也选不到 我说真的 我把它放在这里面 只是想要炫技 就是你看看 有这些创作人 有很多的想象 有很多的能量 有很多的手法 来 秀一把 双手白狮子 直立放胸口 好怕超人现在又要打怪兽 一手捏鼻子 一手咬身指 一手咬身指 Oh no baby 你魔法的想太丑 慢慢走 慢慢想多稳重 慢慢走过寒冬 悄悄讲自己会很成功 可是自己却无法阻止 Alone 那个配音 パール ếu你也在任命 遇见你 z 你们好想念一尴 很想念 21 你其实当然 就很久的人 现在 Coastal 都听了 你才插这首歌 长之内先听完再说 我可以等你出来 我们再聊 还是说我可以先选 那我去听吧 那我可以先选一首歌 你可以选 我有一首来瞧瞧 赶快 赶快 先要的歌 你确定能唱起来了 他每首歌都很难 对 我觉得 这个问题是他很难 这个话有点刺 对 真的很难 反正我先要进去了 你不能拉了 对不对 我不能拉这首歌 你看你不能拉 我不会瞧你的歌 我等你了 来 哈林哥 我们来聊一下 喝杯茶 好甜的 谢谢 你好 来不来吧 感觉这歌也不适合你 也不一定 最爱你让我听 小清新 让我让我听 不一定 我喜欢的 目前哪一首是你的第一个选择 我在听了每一首歌 然后作品很好 但是很多歌我觉得我唱不来 有点难 不是我的风格主要是 所以你觉得又好 你又可以唱的是哪一首 这一首歌 我听到一个 我今天听到的最简单 然后最轻松的一首 就他们好拼啊他们 他们都是各种大招 对 我都没想到 他会把我安排的这一首歌 好啦 现在我要去工作了 好 我要去工作了 好 终于结束了 好啦 各位 你们呢是这个整节目 我不要选 这一季以来 最和谐的 最认真 听得最久 现在你们要进行 每一个人两首歌的选择了 我这样子 我们聊一下好不好 哈哈哈 你妈 我真的要和谈 你听我讲啊 你听我讲啊 我现在内心我蛮喜欢这个 就你刚出的 嗯 然后刚才那个女孩 就是带那个 扫住民族的那个 有和声的那个 五号 五号香 OK 那个我也很喜欢 你看你看 这个就出现问题了 对 那怎么办 那我跟她说几两句 你有哪个喜欢的 除了这个以外 我我我因为其实我我这个我这个我也很喜欢这个我也很喜欢就一二 但是一号一号我有一点那个歌很喜欢但是我觉得我有点搞不定他 搞不定你是不是 对对 然后二号这个歌他也很难唱 他非常满他太满了 就是他的嘴巴一直在动 你 你我想要了吗 那这样我来说我想要大老师 好 你 你要你是要这两个对吧 那我就要这两个 就这两个 然后 要就去拉了 别客气了 我跟你讲 你有想要吗 强势的肯定心中也有定见了 我知道这个可能 比较可能会我会好一点 就是这个 拉吧 还有送人家去拉的 我也喜欢 我很喜欢 我觉得他们有 然后 终于第一个门上的电闸被拉下来 你知道呢 这两位小朋友玩得很开心 周围所有人都快睡着了 这两个人真的是谦谦君子 而且真的想太多 但是我上去一定要最快的速度 赶快赶快请别人讲话 不要让他们两个 再去纠结游泳 终于有第二个 想不到 最后 两位还要再选一首歌 还有两首歌 你只有哪个好 别商量了 剪刀 石头 剪刀 石头 剪刀布 一把 一把定身子 好不好 赢的钥匙吗 赢的选 赢的选 好不好 不啰嗦 你们这么客气 你们这么客气 那你确定你要出石头吗 我出石头 如果你出石头我就出步了 我喊了 剪刀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出石头我就出步 我飞机快起飞了 我们不说以前 我们就随着感觉走 好吧 我喊口令好不好 好 剪刀 石头 布 要不我们两个一起把舞舞 首歌听完之后 我们来石头 剪刀 布 真的 石头 剪刀 布 石头 剪刀 布 他也行 会不会你只会出石头 会 来 我喊口令好不好 好 剪刀 石头 布 我真不错 什么 他真的出石头 你真的出木 好了 化成语的第二首歌选定 请 很像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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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選人了 誰選他 來 肯定常識他 來 回會兒了 常識他 就是快哭出來了 待會兒我再跟你們講 這個我聽歌的故事 現在先等常識他 把他最後一首再聽一下 全世界的嗨歌的 好 理想不好意思 理想 等一下 隨便玩 是吧 沒關係 我可以改成爬 一二三 全世界的嗨歌的網友 應該都想不到 居然有歌選擇是 剪刀 石頭 布 對 來決定 媽 看看今天大晚上會發生什麼 是摇滾加饒舌的 好了挑戰饒舌嗎 拉吧 好 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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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恭喜两位 这个队由我来讲 我是最大的骄傲跟成就感 我终于可以上了 我终于可以上了 来 理想等了一阵子了 等了一阵子了 所以哈林哥 我们有时候真的不能把话说得太满 你记不记得每一次 就前面几席 每次我们都调侃那些歌手说 你们赶着去喝洗酒 对 今天来了两个半洗酒的人 对 流水洗 而且是满汉全席啊 慢工出细活 我在想说 如果两位不带任何的随行 跟朋友 就让你们两个去买衣服 好看了 我觉得 好看了 你们逛一天半能买双袜子吗 对啊 先要挑自己的 挑完自己的还要想别人 这个话陈宇多好看 不是 要不然 因为我 就很想听完嘛 我想把大家的歌听完 对 腾讯师傅要不要出一个 出一个新的节目方案啊 就是他们两个去旅行 对 而且这一集啊 可以剪两个小时 好 请关注我们这一集 上电影院线的预告啊 各位 现在这里您正在观看的是 腾讯视频大型原创音乐之人秀 嗨歌本节目由至爱前行 MGCT高性能风尚中级车 独家全程冠名播出 接下来我们要恭喜四位 首先呢 欢迎六号 肖童 她带来的创作 春 还有五号箱子当中的邓岳 带来的景色 四号 模仿大象的步骤的创作者 M 还有一号集中箱当中的玩伴组合 音乐 今天这个 哈喽 哈喽 石头 别这么说 把这里趟在想自己家里开派对吧 刚刚亲自赢个冰 好 恭喜大家 恭喜 当然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要公布任务了 公布任务呢 就是由我们的音乐总监 魔王哈琳 亲自来公布 你给我一点 没关系 我有很多话要讲 你慢慢来 不着急 我来人家来了 來 張超 歡迎音樂總監 魔王哈零老師 為什麼有人聽到說 他老人家來了 小禮子 恭喜就在搖 沒有問題 不行 這個小禮子 恭喜 終於一見到我選了 希望兩位這個 聽得很開心 在我們今天的四位 入選者裡面呢 兩位歌手 要在慎重地考慮 編曲 試唱之後 選擇出一首歌 作為你們個人 在嗨歌裡的代表作 這才是真正的難關了 好的 那各位 這裡就是騰訊視頻 大型原創音樂之人秀 嗨歌本節目有MG GT 高性能 風尚 終極車 獨家全程冠名播出 本節目有樂響極致 樂響 嗨歌 微博智能手機 K歌之王 X5 互動冠名播出 接下來就讓我們 把所有的期待都留在 讓我們向好音樂大聲聲嗨 嗨 我這個比較失憶的 失憶的失憶的歌手嗎 你是一位失敬的歌手 這種介紹真的是太對了 兩顆星 兩顆星 哈哈 怎麼來到的大張偉 因為全中國好像只能 只有只有 只有我有可能選這種歌 真的只有你適合我 張偉要是不選那個 你要掃點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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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n 芒果你盖著也很帥 脖子倒是很帥 等你总太抠了 连化妆间都舍不得花钱 还有我们的打币费 不急了来不急了来 观众都快跑了 谢谢我们来 太棒了 我们来了 歌手们已经做出了他们的选择 接下来是你的选择时间了 乐想机制 乐想嗨歌 Vivo智能手机 K歌之王X5 邀你继续我们的节目互动 猜一猜究竟歌手 会选择哪一首歌 作为他冲进年度 嗨歌桂冠的那个曲目呢 赶紧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 就有机会获得 Vivo智能手机 K歌之王X5 欢迎大家 这里是腾讯视频 大型原创音乐职人秀 嗨歌 本节目由MG GT高性能 风尚中级车独家 全程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乐想机制 乐想嗨歌 Vivo智能手机 K歌之王X5 互动冠名播出 各位好 我是理想 你们好吗 在上周 常世伟选择了 玩伴乐队 Music Believer 以及AMU的 模仿大象的步骤 而华晨宇选择的是 肖童的春 和邓宇悦的景色 各位腾讯视频的网友 你也可以通过 我们的互动方式 来猜一下 今天两位歌手 他们在舞台上 会演唱哪一首作品呢 接下来 是时候 向好音乐 大声say hi了 首先 我们真的要跟常世伟 一起来经过 他一周纠结的选择 为大家介绍 他心仪的两位创作者 首先欢迎 玩伴乐队 来 翔哥 欢迎和音乐队 你们现在猜一猜 他会选择你们吗 因为我们两个人是两个人 毕竟石头哥是一个人 是 我们看到了 对吧 好奇妙 然后 然后我们这个 因为有一大段说唱 对 然后自己觉得 很担忧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是不是可以理解成 你们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如果没有选到你们的歌 是因为你们的歌太难唱 对啊 就是这样 你的意思是 A姆的歌很容易是吗 没有 我们问一问他怎么想的 好吗 好 当然 另外一位呢 是A姆 一个很帅气的男生 欢迎 好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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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翔哥好 过去的一周 过得怎么样 有点期待 就有点小紧张 我听说了最近呢 就是有一些乐队在讲 你的歌很难唱 那貌似就说你的歌很好唱 我觉得越简单的歌越难唱 这常识脸还没出来 两组创作者已经呛起来了 但是你觉得越简单的歌越难唱 但是你觉得越简单的歌越难唱 当然 待会儿他不可能把两首歌混在一起唱 这不是一个混音 对不对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接下来所有的网友 可以通过一段影片 我们看一下 常识脸在过去一周 他为了自己年度嗨歌准备的 HIGH FI时刻 来了 各位 徐老师 我其实想更多地了解一下 就是这个文字上的东西 你们风格完全不一样 你们先唱那就咱们吧 好吧 走 我从来没有这么的悲伤过 我不快乐 所以我已经很久的没什么 像这一刻人心的开心 我那感觉好 好了 挑战柔识嘛 回到了很久以前的某个 拉拉 我自己的 你跟我讲一下 你们写这个歌的 是怎么来的 就这首歌是我们 嗯 09年的时候毕业写的 我们成立这个团体的第一首歌 你的音乐是来于你的生活的 但是我站在舞台上 我要去说这个文字的话 我自己做一个个体话必须是honest 对吧 我必须是真诚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些调整 而且咱们这个基本上是以说为主 然后唱中间一个带过 唱的话 只唱的话我的段落就会比较少 本来我以为他会找一个搭档来做 如果他选的话 如果他可能会自己rap这部分吧 其实他想的是使得唱 他说唱 对啊 如果他邀请我上的话还ok 不可能 那我干嘛去啊 你跟我一看着 他肯定是自己的方式处理这首歌 我相信大家如果要学校 我们把音乐都做得很屌很屌 旋律很好进 然后也很简单 你这么一说的话 我觉得还挺优手的 然后我可以想到那个吉他那 对我可以想到那个东西 特别好奇啊当然 就不知道里面发生的事情 我感觉他们交流的挺久的 可能会有很大的看头 因为我觉得他们音乐很有抽劲 rap是非常有爆炸的那种感觉 所以当时我选择他们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有点想挑战的 那个感觉 如果石头老师想要挑战自我的话 建议学我们的歌 我觉得我们的歌 更有男子气概一点 他不是一个歌手 他也不是 不能说是一个制作人 他就是一个纯玩音乐人 我懂了 我得研究一下这些词 严谱 不要叫我石头老师 叫石头在所 一半胸口 好吧吵得现在 想不到 坏手 英雄捏笔子 英雄要是你 这个是我之前生过一次病 是我也12年 然后那时候躺在医院 因为是我得了尿毒症 好了没 现在好了没 就换肾了 但是那个时候 然后这首歌是写着 就对自己以后那种生活 有种希望 看嘴型 我觉得我还是玩伴比较好 就你这样子的曲风的歌 对于我来说 我平常生活中 我很少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刚刚你在唱的时候 我觉得你挺像阿牛的那种感觉 如果没想上 基本就赖你 说唱太长了 我肯定不能唱那种 我肯定不会唱这种 swing的东西 我可能会唱稳的 因为爱母的这个旋律 其实当时我第一秒 听到的时候 我觉得 这歌绝对是我平时 不可能会去听 不可能会去主动 创作的类型的歌 因为那样子扫旋 我也扫不来 我觉得这首歌 跟常识类老师风格 就完全不大 就很少听到 他会唱这种 比较活泼小清新的歌曲 旋律不知道他会改成什么样子 现在我正在编这首 这首歌 我自己平常的话 好像自己的音乐和自己的生活中 不会有这样子的感受 所以也算是经历了一下 不同的人生 所以觉得音乐 真的是太有趣了 好 接下来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 聆听常识磊的年度嗨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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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 三位 两组 生活是很有趣的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我在认识你们之前那一天 没有想到会因为音乐 能够认识你们 但是我最开心的就是 我们认识的原因是因为音乐 所以在这里 非常感谢音乐和生活 让我认识你们两个 谢谢大家 好 这艘不出来 这开通什么歌都合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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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手 白鞋子 努力放胸後 好嗎 醜人選擇又要打怪笑 一手捏鼻子 一手要選擇 Oh no baby 你莫放到笑太愁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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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白超人手 表情要很秀 世界就這樣等著你去拯救 Oh ud whol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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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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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喔 噢喔喔 尴尬喔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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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慢慢走 慢慢想躲成肉 慢慢走過海濸 慢慢说自己还很长生 世界他想还有他能勇敢坚持 悄悄人悄悄都没人懂 悄悄取悦大众 悄悄讲自己会很重工 可是自己却无法阻止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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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悄悄悄悄悄悄自己会很重工 可是自己却没法阻导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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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嗨起来了 真的 最后真嗨起来了 好好好听 好好好听 真的好好好听 我们都知道在上周 你跟华晨宇在选择的时候 相当地纠结 听说你到最后 我们现场的音乐总监 Niko老师都要疯了 他最后一秒钟才知道 原来你选择是这样的 其实也没有选择特别困难 然后就是一定要说 玩伴和爱慕的话 其实说本来是 玩伴那歌太难唱 我唱不下来 这是实话 这真的是实话 尤其是那段rap 但最重要的是呢 是因为爱慕她的那个歌 我觉得她原来那个版本 她是特别清新的 而且爱慕本来就 是个很阳光的一个人 我看到她 我当时就觉得 有一种 有一种力量在那儿吧 是 今天呢 虽然是我们要恭喜 AIM的作品 可以背石头来舞台上演绎 但如果很多网友 都喜欢玩伴的那首歌 很简单 你们就发动你们所有的朋友 投票把它顶到最棒的一首落选嗨歌 让它复活 指定常识累长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没事我把那段rap给剪了 或者让他们自己来唱 那段rap所有的人听到之后 都说得背半年才行 是是是 好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把掌声送给两组创作者 谢谢你们 谢谢 同时 AIM要留意 常识累有一份新意 要送给专属的你 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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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这是一份什么新意跟大家说一说 石头 就是了解我的朋友知道 我爱跟人家说多喝水 对 其实这里面也没有放钻石 也没有也放什么金花瓷什么的 里面应该放百开水 你就多喝水 谢谢 好 石头见谁都说多喝水 包括他跟尼克老师 发那个安慰短信的时候 因为尼克老师韩国人嘛 要看英文 对 take it easy drinking water drink water drink water 好的 我们再次把掌声要送给M 送给常识累也送给玩伴乐队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这个是一个落差很大的作品 原本来这个艾姆啊 她的作品其实是有点童趣 问题是这个童趣的东西 到了这个 常识累的手上 怎么讲 我觉得好像变成一个世界音乐了 继续腾讯视频 白哥 本间妞 这首歌 《至爱情形》MG GT高性能 风尚中期车独家全程冠名播出 听过了常识的演唱 接下来的时段留给火星蒂蒂 有请肖童 肖童 肖童创作叫春 可是现在是冬天了我 会不会担心 会不会担心今天舞台上春生不逢时没有被花晨鱼演唱 其实没关系啊 我觉得都可以啊 其实我有注意到啊 在后台备场的时候 你跟另一个集装箱的邓岳 你们一直在聊天啊 对对对对 你在聊些什么 我们约定了 不管花花唱所有的歌 我们都要给大家一个拥抱 对 一定 我们看看现在邓岳是不是 也像你这样的这么的淡定 好不好 来 另外一个集装箱当中 一位漂亮的女生也等了很久了 欢迎邓岳 邓岳好 大家好 邓岳 邓岳一走出来 这个声音就 声响就不断啊 对 因为这一身形头 很漂亮对不对 对 好 很重 很重 很重的是形头呢 还是现在的心思呢 都重 都重 对 有没有信心呢 有 有信心什么 有信 是跟华晨宇一个拥抱 还是被他选中一个 不能 拥抱不能 粉丝太多了 我跟你讲 粉丝就是这样 当你说抱之前 他们说不能不能 然后你抱完之后 他们好羡慕哦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就让给在座的粉丝 等等 等等 你一个人抱 最多主持人会制止 你让给所有的粉丝 可能保安会制止 对 接下来 我们就看一看 华晨宇在过去一周内 他准备自己那首年度 嗨歌的嗨嗨时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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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想讲第一句话是什么 我说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然后 对 那我们就从 我听第一首歌 那个春 那我们先进去 还有送人家去拉的 我也喜欢 我很喜欢 好 恭喜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是华晨宇 我知道 对 你这首歌是 我刚才写的是小学三年级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那个 那个前日当时参加一个公益活动 就是 等你还行 有点偏白话的感觉 对 其实你这个歌就跟我的那个感觉 是比较像的 有树树之上 它就会有很多的情绪可以在里面去控制 这个你拍吧 我抽眼睛了 我觉得它的这首春就是歌词内容也很简单 然后它的旋律感也很简单 就是没有太多复杂的东西 可是它又有一个美感在里面 然后我就会觉得 那这个音乐它是有很多的可能性 我大概的 我可以把它变得很大 然后我想像你当时在唱第一句的时候 有点白就是那种 就是有一种那种感觉 就是小孩子 就是那种不会唱歌 就是那种 树之上 树之上 对 长着难言一片 就那种很白 而不是那种树之上 没有那么强的唱功 它是有一种怪咖的感觉 它那种怪中 带着一种可爱 那你就等 好 等我的消息 谢谢 好 拜拜 好 你好 来吧 是谁写的 一起创作的 一起创作的 很多的民族特色在里面 对 你也得想做一种新音乐的东西 对 但其实又很大 其实又很国际发 我也觉得它很牛 景色这首歌是 我说实在就是这一期里面 我觉得 对我构成威胁最大的一首 命运的 这个歌其实跟我本身的气质 是有一点像 但是也不是全像那种 而且你已经把它给写得很满了 不要质疑自己 你说最好的 就好了 我只问一下你的意见 我本来想听一下他的意见 但是他好像很放心我去做 对 然后我就觉得那既然这么放心 那我就去做吧 好 我大概也就有空调 放心不会 不会动太大 我自己也不会想把它给变得太 就什么太不一样 不会这样 如果那个民族颜色能多一点 更好 我对华晨宇了解的不是很多 我不能肯定他能不能驾驭得了 如果他真的选了的话 我也不会去想太多 我还是蛮希望有那么惊喜出现 他要改变我音乐风格的话 那是个挑战 每一个声部 声部也大概都有想法 所以我大概也都知道 回头我会去 其他的老师会商量一下这个视频 嗯 这两首歌其实很难选的 因为两首歌的旋律线条都很美 我得回去再好好地听一下 想一想 现在就在机场 马上就要坐飞机回北京 明天就要录嗨歌这个节目了 然后我选了这首歌 这首歌呢 是我一开始就很喜欢他 现在选择他 就可能会稍微地在编曲上面 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动 然后我找了一个我自己的 经常跟我合作的一个金牌制作人 叫做郑南 我们两个人沟通得也很顺利 虽然这首歌还没有太熟 但是明天我准备在飞机上 好好听一下 好好学一下 然后明天就是唱这首歌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好 好 接下来的时段 属于华晨宇的年度嗨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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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两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如一个舞台 上面站着春天 啊 啊 若一个无在 若一个无在 上面战战顺天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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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若一个无在 若一个无在 消滅才是春天 说至少长着那一片 刚才都不愿意把这个场灯打亮 就一打亮那个场灯呢 好像就离开了那个情绪当中 但是这首歌我知道 一定是一个非常费体力的歌 对不对 对 好了又唱了头好晕 唱到缺氧 对 有点缺氧 缺氧这个是我自己加的 我是临时加的这个音 然后但这个音太高了 然后我又不能降调 因为乐队老师已经都排好了 然后我就想那我就这样唱吧 对 其实我在选这两首歌的时候 选纠结了很久的 对 我们上周就知道了 对 想你买袜子应该也是这样子 我之所以没有选这个景色 不是因为它不好听 是因为我觉得 我还是一个人完成不了它 因为我记得当听的时候 这首歌是两个人来完成的 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的那个 有点带点民族的原生态的特色 对不对 我觉得我如果来唱这首歌的话 我会把你这么好一个作品给毁掉的 后来我决定要选春这首歌 是因为就是它的词很简单 有一种很干净 很美好 很辽阔的一个感觉 然后我就想去挑战一下 我也没有唱过这样的风格 它那个前奏 基本上一出来 那钢琴 我基本上就能感觉到 应该是我那个 我当初在跟肖童沟通那个编曲的时候 我就没有去问她 写这首歌要表达什么 因为我怕我听完她说的 她表达这个歌要表达什么之后 我怕我听完之后 我就没感觉 挺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 所以她的编曲跟我的编曲 完全就是跟我之前的版本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首歌 她的状态大于一切 因为其实她的歌声 譬如说在那种 泥男抑郁 迷幻神经质的部分 掌握得很好 然后她后面整个高亢起来 甚至于有点歇斯底里 那其实单以唱歌来讲 都很不错 还是要把掌声送给邓岳 送给肖童 谢谢两位 谢谢 同样 花之宇也会有一份心意 要跟肖童 来做一个算是你们这次音乐牵手的一个纪念 来 牵手吗 来 有请肖童 马上要牵手了 可以 好 空气着他要 抱着 没有 世界就在你 谢谢唱得很好 谢谢唱得很好 不是 我要跟你牵手吗 对不对 来 我跟肖童 你要牵手吗 不要 不要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一个耳机 好像是一个什么像样版了吧 然后送给你 然后听音乐用 谢谢 对 然后多的话我也不太会说 反正玩音乐的都等了 对 当然我们还是要把掌声要送给邓岳 送给肖童 送给肖童 送给所有的嗨歌的创作者们 辛苦了 谢谢 各位 如果你喜欢邓岳的景色的话 也可以通过所有网友 你们可以行使的嗨歌权力 来动动你们的手指 能够让这首歌 意外地 惊喜地出现在嗨歌的 年度盛典上面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再次请出 刚刚为大家演唱过的 常诗蕾 以及他演唱歌曲的创作者 AIM 有请 不 空气就快要高唱 不 空气就快要高唱 不 空气就快要 我也要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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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粉丝团的团长坐在那边 待会把钱送到里面 我也是粉丝团的 我觉得你的鞋好漂亮 但是你知道我有多难受 我有多难受吗 因为里面垫了好高 我这个鞋底本身就很高 要不然你们可以接着聊 我依然可以通过你们的上面 再说我们的开场的 好的 各位 这里是由 至爱前行 AMG GT 高兴能封上中级车 独家全程冠名播出的 大型原创音乐真人秀 嗨歌 他们两个真在 真在单独聊天 两位 两位来 来 要严肃认真了 因为接下来你们呢 就除了好朋友的关系之外 要在现在变成 有那么一点点竞争者的意味 因为我们所有腾讯视频的网友呢 你们要通过我们 屏幕下方的互动方式 来告诉我们 你们究竟更喜欢哪一首歌 是 常诗蕾演唱的呢 还是华晨鱼演唱的 当然 你们的这个结果 我们会在下周的节目当中揭晓 不过 就像我说的 最终 还会要麻烦各位 要选出 你们最支持的 嗨歌当中出现的 所有的音乐作品 因为 网友支持最多的前七首歌 将会进入到我们 年度嗨歌盛典 角逐最终的 年度嗨歌桂冠 感谢各位收看 腾讯视频 大型原创音乐直人秀 嗨歌 没有 你可以继续 来 我们一个神奇的组合 来 我说完嗨歌你就继续 来 感谢收看 嗨歌 嗨歌 本节目由MG GT 高性能 风尚 中机车 独家全程冠军播出 本节目由乐响 金正 乐响 嗨歌 vivo 智能手机 K歌之外 X5 互动冠军播出 感谢合作媒体 QQ音乐 登陆既得收听节目 原创歌曲 感谢独家合作网游 最浪漫的游戏 《Q5旋舞》 本节目的歌曲在 中央音乐广播电台 音乐之声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Hate FM 山海东方广播 东敢1跟1 同步热播 感谢唯一电山合同伙伴 京东的大力支持 京东微信购物 移动购物的酷仙玩法 酷好快 早知道你这么狠 我就慢一点念了好不好 真的 真的是 好 再点 非常谢谢每一位 嗨歌创作者的努力 同时我们要再次感谢 从美丽的城市成都 组团来到嗨歌 丰富创作力量的成都力量 谢谢你们 最后一句 我希望每一位朋友 都记得心里 因为那就是 嗨歌的精神 因为那是嗨歌的魅力 那就是让我们下好音乐 大声C 嗨 下周见 《乐想机制》 《乐想嗨歌》 《Vivo智能手机》 《K歌之王X5》 这里要提醒各位 两位歌手改变的歌曲 都已经听完了 现在到了你们行使 你们全力的机会了 究竟两首歌 你更喜欢哪一首 哪一首歌 成为本周的人气嗨歌呢 我们的答案 会在下周节目揭晓 《乐想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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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刀场中